記得最後要存檔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你們那個存檔的時候只要存錯 你的那個程式VBA部分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你在存檔的時候 它會好像會跳出說 是否存成那個沒有聚集的活躍布 你一定要按否 你都按4 像剛剛的同學按4就完蛋了 因為程式不見了 所以記得不然你就另存心檔 存檔的時候呢 務必記得你的存檔的這個存檔類型 記得一定要把原來是應該是這個啦 活躍布有沒有 副檔名好像叫XLSX 記得如果你有寫VBA程式在裡面的話 那一定要改成這個叫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如果你沒改的話 那你存檔 你的程式就會消失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它這個有分喔 如果你有程式的話 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然後把它存檔 這樣才OK 把它取代掉 好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存檔的類型呢一定要改 那最後的話有一道題啦 因為你想說老師我們不是小學生幹嘛學就能把他表 沒有這只是練習 所以如果你假如要換個題材的話 比如說給各位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說呢 我在雲端上面 其實有放了一個叫三字經 三字經這些 那其實每三個字 應該要放一個儲存格 可是現在資料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請你們待會試試看 把這些資料呢 Ctrl C 那待會的話呢 再把剛剛的工作表 這個地方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請你在 追好 追 的地方呢 先把它全部拉過來 給他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吧 然後呢 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大 很簡單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做跨欄之中 意思就是有點像是 其實 應該叫 比較好的翻譯應該叫做合併儲存格啦 他等於是把好多儲存格合併成一個比較大的儲存格 OK 但是他對齊方式一律在中間喔 所以我習慣是 把它改成靠上 然後把它改成 靠左 OK不然他預設好在中間 對 置中對齊 跟有沒有 水平跟垂直之中 我把它改成 靠上 跟 靠左 OK 那再來把它點兩下 並且把剛剛的三字經貼上去 好 那這個三字經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不過你會發現它不會自動換行 所以怎麼辦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把它改成自動換行 處置 隔壁有個對齊方式 自動換行打勾 他這樣的話才會自動換行 OK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 這一的儲存格裡面喔 其實就是放三字經的全文 但是這樣看不好看 所以理論上應該 我的預期是希望 幫我把 人之初放在這裡 性本上放這裡 也就是說 大概原則上就是1到8 到H OK然後呢 再來就是底下 1到8 再1到8 反正就是8個欄位 然後一直把它往下放 也就是說 每三個字 因為三字經嘛 顧名思義就是三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放一個儲存格 那你該怎麼做 千萬不要告訴我說 你想要點兩下 然後Ctrl C Ctrl V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那會變成怎麼樣 你可能就是 太多了 那個字數太長了 那你可以當你要選的話 你就是選三個字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哇那這樣的話 總字數 太多了 你可能 這裡面幾個字 插入函數 如果你要算幾個字的話 你可以用文字裡面的LEN 算一下 那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用這樣眼睛算 那選他一下 1131個字 為什麼 沒有整除嗎 我不知道 應該是三個三個啦 我剛好試過 好就是這麼多字 那只是說如果你三個三個字填的話 那當然一定不是好方法 所以呢我們 要怎麼樣 可以做出 就是說讓他自動填 就可以填進來 最後做出來有點長像這樣 有沒有人之初 性本善 那公式就長這樣子 其實主要會用到三個函數 一個是Ctrl跟Raw 一個是Mid 就OK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只能塗法煉鋼 OK 所以 想想看吧 給各位一些提示 第一個 你可以用到所謂的Mid函數 Mid Mid是文字裡面的一個Mid 這個嘛 有沒有 那Mid的話 他需要給三個 三個資料的參數 哪三個呢 第一個資料在哪裡 資料有沒有在這裡 J1 給他 第二個的話 其實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比較不確定 因為第二個 變成說你第一次 要從第1個字開始取 取三個字 那第2次的話 從第4個字開始取 再來就是再加3 再加3應該是多少 1 4 7 有沒有 再三個 所以他應該是3的倍數 有沒有 那 第三 這個參數的話應該是3 所以第1個應該是1 1 1 所以理論上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下一個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 自動完成 那應該是什麼 你不要傻傻的 你複製公式 貼過來的話 其實只要改 把它加3 1加3 4 應該就是性本善 那再下一個 你不會說你想要一直貼下去 再加4加加3變7 有沒有 再加3 7再加3的話是 10 可是一直往後 8個 OK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自動加3 其實有個方法 剛剛有用到過 用什麼呢 用Colin Colin就可以了 那Colin要怎麼讓他 他第一次是1 第2次是 再加3 加3的1倍 再加3的2倍 再加3的3倍 有沒有 一直到第8啦 應該是 加到 7倍 這要怎麼把它串進來 那還有一個問題 向右OK 降下怎麼辦 向下的話可能要靠那個弱 弱函數 所以 如果 你不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跟各位講 這怎麼辦 光看到這些 而且這些字數1000多還算少的 像中國古籍裡面 百萬字的都算很 很一般的 像紅樓夢就100萬字了 對不對 那水浮傳 三軌衣 這都百萬級的 那你要如果處理這些資料的話 你豈不是 遇庫 怎麼樣處理呢 沒有辦法 所以 理論上 我們會需要用到 像類似這樣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待會兒 第一步記得 開一個空白的 這個工作表 然後把你的J1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向右跟向下 大概給他一個空間吧 按跨欄字中 並且 靠上 靠 靠 然後把剛剛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三字晶 把它複製一下 可能貼上應該是後面會多這個吧 多一個 這個應該是空白 可能是多這個空白 不管 OK然後把它Ctrl C 直接你就貼到這個J1的地方 然後記得喔 他可能會不會換行 所以你就是 除了格式裡面 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阿斌也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完成 剛剛講的 可以自動呢 幫我每八個欄位 就 放八個三字晶的 這個 這個資料 然後一直到 最下面 那第一步OK之後的話 第2步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一樣的方法 可以延伸到VBA 如果今天想要寫一個程式 直接按個按鈕 自動就可以把那個三字晶 自動幫我排列整齊的話 那其實道理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好嗎 然後 當然 好 好 好